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市场一览 什么正在影响着这周的市场 市场一览由investing.com和杜高斯贝电视为您共同推出 澳元是投资者们关注的货币 投资者们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增速正在放缓 澳元美元的价位来到了0.9010 同比下跌了0.31% 而美元日元货币队回落来到了107.26的位置 下降幅度达到了0.07% 根据周六的公布数据显示 8月份中国工厂产量增速降到6年来的新低 其他一些部门也遇冷 人们担心如果北京不采取新的刺激政策的话 那么GDP的增速能否达到预设的7.5%的目标 根据周一的最新数据显示 新加坡失业率和上季相比保持不变 新加坡人力部在报告中声称 新加坡失业率年度水平保持不变为2.0% 上季度为2.0% 分析家之前预测 上季度新加坡失业率将保持不变为2.0% 黄金的价格在今天早上有所下降 由于市场普遍预期 美联储在接下来的会议上可能会做出深息的决策 根据美国纽约交易所的数据显示 黄金的价格来到了1228.6美元一盎司 相比周五的价格下降了0.24% 这也是今年1月份以来的最低价格 但是随后随着多头的增多 价格有所回升 达到了1231.15美元 对美联储增加利率的预期持续使美元日元美元欧元货币队走高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言声称 如果情况继续持续 央行将采取措施 亚洲股市在周一达到了五年来的新低 这是由于受到中国这个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放慢的影响 中国的工业生产指数走低 此外 关于MSCI AC亚太指数 8月份下跌了0.8% 该指数的本次下跌 是自8月份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跌幅 在铁矿石市场 由于行业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 导致中国铁矿石和相关产业的价格持续走低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